很多爸爸覺得好長的育兒期 六歲以前或是四歲以前或是三歲以前 他們覺得這段時間好地獄好地獄 然後呢每天好渴望這個時間可不可以趕快過去 因為小孩子有關子 可是其實你要知道 那段時間是小孩最可愛的時間 所以呢你拜在小孩最可愛的時間 你用不對的方法去帶他 那把他的天生的優勢能力抹掉 然後每天被他還 然後你每天只能痛苦跟忍受 然後藉著痛苦跟忍受告訴自己說 我要成為一個夠好的媽媽 一個成為夠好的媽媽 就是要有辦法吃掉這些痛苦 可是你把最美好的 他最可愛的時間 全部都在這些很痛苦的時間裡面 全部都浪費掉 然後所以等到小朋友長大了 他開始要有朋友 他不想理你了 他先每天開始想要對著朋友出去玩 你這時候覺得 啊我小時候都沒有跟他太相處那麼多 我覺得我那個甜蜜的經驗累積的太少 所以我現在一直要把他拉回來 我想要跟他多相處一點 這是不是就 膩了 對啊 你該做這件事的時候你沒做到 你不該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硬去做 結果小朋友整個都發展不好 可是今天透過跳仰 你可以在他最可愛的時間 你把所有的粗糙的 麻煩的 有問題的 那些不對的這樣模式 全部換成對了之後 欸 他變成好過程 他變成可以相處 他跟你在一起 你們可以很快樂享受所有的 值得的 最值得的親密時光 在他最可愛 也最想要跟你在一起的時間 那你們可以有一段 非常美好的 幼年親子關係 那在那段時間裡面 你可以充分的感覺到 你如何愛他 他如何愛你 建立你們很棒的 bounding 對 你不用因為不對的教養方式 或是你不了解他的特色 所以一直磨 一直磨 一直磨 磨得你很痛苦 磨得他也很痛苦 然後呢 這段最美好的時間 你可以美好的過 然後等到孩子 開始發展同才 他要去四處跟著朋友跑 其實你也放下 你安心了 你不後悔了 因為你知道 你跟他有一段 非常美好的童年 你知道他是那麼愛 你也那麼愛他 在這一段 最重要的時間裡面 你因為選擇了對的教養方式 所以你有一個 最讓你安心放心 也最值得的親子關係 跟親密時光 所以該放手的時候 你也放手 那這樣不是很好嗎 對啊 每個人都成為最棒的自己 對 我不用因為 我前幾年 我為了你 吃多痛的苦 磨多大的難 所以我後來我放不了手 對啊 我放不了手 結果長大之後 小朋友交朋友啊 我要去干擾 他談戀愛 我要去干涉 結果小孩長大之後 又開始怨 我們所有最一切的開始 我們可以從正向循環開始啊 對啊 我們為什麼要 選擇 無能力無助 然後一切就變成 互相循環 那我要說的是說 以前是不可選擇的 所以 帶小孩 你真的就是靠你以前的 能耐 你有多少累積的專業 這以前是不可能的 所以 絕大多數的故事 都是地獄版 但是現在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我們可以跟地獄版人說拜拜 我們可以換用一套全新的 我是快樂的自信的自在的交流方式 我們跟地獄說拜拜 我們一起擁抱天堂 然後我們從最一剛開始 我們就選擇對的方式 然後就把對的正向循環 一直累積下去 小節目 H Salof 8 9 5 7 1 8